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戏人生节目时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儿童 说到儿童 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关爱和幸福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向您诉说这样的故事 放学回家 家门却被封 女孩无家可归 父亲因为夕阳被迫害致死 女孩守勤着爸爸的遗像说 我要爸爸 和妈妈一起被关押在狱中的男孩 小手握着铁栏杆满脸疑惑 女孩垂着泪 亲吻着死去的妈妈的遗诏 流浪在街头 衣衫蓝绿赤着脚的女孩 茫然不知所措 这就是当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全球营救 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的成员 刘金女士 请她来谈一谈中国大陆失勤气养 遗孤问题的这些情况 您好刘金女士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上我们的节目 您是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的成员 主要是负责营救和关注中国大陆失勤气养的 这些孩子 另外您还是明慧学校的一名教师是吧 是这样的 人们称教师是心情的园丁 是这种责任心和责任感 促使您加入到这个营救的行动当中来了 是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个是我非常震惊的故事 在2000年那个三东省龙口市呢 有一个老年的妇女 她是一名法轮功学员 她去合法上访 但是被政府的一些不法之徒抓住以后呢 活活地打死了 这件惨案不久在互联网上被暴露出来 那么这些恶警呢 怀疑这次被曝光可能和吕燕娜有关 于是呢就把她抓进去严刑拷打 致使呢她昏死过去三次 那以后呢为了避免再次的被抓 她和那个刚刚结婚的丈夫 在外面流离失所了三年多 那就是在这样艰苦的那个逃亡生活中 他们生下了女儿珊珊 但是初为人母 初为人父的那种喜悦 他们还来不及体验 先是孩子的爸爸 就是外出的时候 被绑架了 然后呢就说下落不明 在同一天 他们母婴两人也被那个警察 从千里之外的住所抓回来 关在那个像集中营室的那个洗脑班里头 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一开始这个话题就很沉重 因为说因为这位十天的产夫 说出了上网老人被官方这个不法之徒 官方的不法之徒活活打死的实情 因此这个全家 这位产夫的全家就遭此不幸是吗 对就是对我呢 是深深的刺痛 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好我第二个孩子 才大概两三个月吧 我切身的能够体会到产后身体的虚弱 以及日夜要照顾婴儿 补育婴儿的那个辛苦 那那个珊珊才来世十天 就成为近代史上最小的一个囚徒 这也是作为产妇最险恶的这个产妻环境了 据您所了解在当今的中国大陆 有多少这样类似的案例呢 有相似境遇的在中国的孩子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成千上万都是不为过的 对不起 我带了一张我孩子十天大时拍的照片 跟珊珊同一天大 好可爱 好精神 我在晚上的时候我抱着我的孩子 那我就想着就说 跟她那时候一般大的珊珊 就已经沦为囚徒了 那我就问我自己 我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怎么样就说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那我就加入了那个全球营救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 曾经采访过全球营救 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的成员 谈过同样的话题 我还记得其中呢 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 被迫害致死后 想这个孩子投入了精神病院 遭人轮接 这还有人性吗 那么还有一个13岁的孩子 叫李清清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父母修炼法轮功 这个母亲被迫害致死了 那这个由于这个政府一言堂 媒体的宣传和学校 给孩子们的洗脑教育 使得这个周遭的这个小朋友 都不敢和这个李清清玩 那这个孩子身心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他就想干脆死了吧 喝了一百细细的农药 想一丝了之 这个事情呢 最使人这个不能理解的 就是当时有人知道 李清清她喝农药 但是呢 却没有人敢去救她 呃 钟星女士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首先呢 我们感谢观众朋友 那个关心 那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呢 先看一看 就是所有这些悲剧的根源呢 在于那个江泽民 在发起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 一开始的时候 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 对法轮功学员呢 要精神上搞垮 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 还有打死算白打 打死算自杀 不查深渊 直接火化 就是这样的方针 哇 这些方针 听起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那么就是在这个方针之下 就是说 造成了这样 那个无计其数的悲剧 在那个江泽民的授权下 中共的宣传媒体 开始疯狂的诬陷法轮功 然后呢 编造了那个自杀 杀人自封 的那些害人听闻的消息 然后对那个大陆的民众 甚至海外呢 进行了愚民的洗脑 甚至是那个仇恨的教育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公安部门呢 更是肆无忌惮的抓捕 关押 那个判刑 劳教法轮功学员 被他们那个打伤 打残 打死的不计其数 其残酷程度呢 邪恶程度 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他们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 就是在上课 学校用的那个教材里面 都编了那个反面的材料吧 就欺骗学生说 法轮功如何的不好 甚至考试的当中 也有这样的考卷 如果就说考生的话 没有跟着他们骂大法 而是说了那个心理话 那这个孩子呢 就可能面临被学校开除 所以这种愚民的洗脑 仇恨的教育 就导致了九岁的小女孩 被人轮奸 十三岁的这个 轻轻喝农药 没有人敢救 还有您前面讲的 这个十天的产妇和婴儿 被抓进监狱坐牢 我回答这个问题 对 就是在这样的那个方针下 那个千千万万 原来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被迫害的那个家破人亡 我带了一个 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五岁的男孩 他名字叫潘壮壮 非常精神的孩子 但是我刚刚看他 就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心里就是一惊 仔细看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 没有他的那个年龄 应该的天真 好像很沉重的一种眼神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壮壮一家 在镇压前和镇压后的变化 那我们呢 就说先来说说 那个壮壮的奶奶 她是非常善良 吃苦 勤恳耐劳 但是呢 命运非常的坎坷 她四十岁的时候呢 丈夫就去世了 家里剩下四个 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那家庭的重担 一下子就压在她的肩上 那生活的艰辛 她就突然那个病倒在床上了 那卧床不起的妈妈呢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等她那个最小的儿子 大学毕业以后呢 她就可以无牵无挂地走了 最小的孩子多大呢 最小的儿子呢 那时候上大学二年级 她叫潘幸福 那她从小就非常的聪明 也非常的懂事 那她呢 学习非常的用功 小学的时候呢 就脸跳了两级 当时呢 她就读于在武汉的 华中理工学院 电子和信息工程系的 那个少年班 电信行业在90年代 好像是很热门的行业呢 对 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 也就是幸福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她参加了李洪志老师 在武汉举办的 法轮大法的那个讲法班 那么大家可能好了解到 那个法轮大法 是以真善忍为原则 教人呢 向善 做好人 同时呢 有非常显著的 去病健身的效果 那那么孝顺的心服 当然时时挂念着 卧病在床的妈妈 就给妈妈带来了 李老师的讲法带 那那时候妈妈是什么状况呢 她的手啊 根本就举不起来 她有那个全身性的 那个肋风式关节炎 但是妈妈呢 就不断地做 就试着做 能做到什么程度 就到什么程度 终于呢 有一天啊 奇迹出现了 妈妈的手呢 可以举过头了 然后慢慢的 妈妈居然能够下地了 最后呢 完全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 多么幸福快乐的一家 您说的很 对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妈妈在家里的那个作用 那么全家人呢 都看到妈妈身体迅速 这么恢复快 然后呢 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 那个神奇效果 所以呢 有几位家人吧 都加入了那个修炼的行列 那么在幸福 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呢 她没有到大城市去工作 而是选择了回到她的家乡 幸福呢 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她另外一个原因呢 因为她修炼法轮功 处处呢 以真善人的法理 要求自己做好人 在单位呢 是人人都束那个大拇指的好员工 她连续呢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试模范工作者 和审电信系统的那个 跨世界人才 并被授予那个工程师的职称 后来呢 担任那个双崖山市电信局 交换中心的副主任 兼呢 有一线电信局的副局长 我带了一张那个照片哈 也戴着那个眼镜的 好很舒生气 那后来怎么样了 这一家人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一会儿再回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回到 细语人生节目中来 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请到的是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 学员委员会的成员 刘津女士 她跟我们谈的话题是 中国大陆的孩子 刘津女士 那前面啊 您有谈到潘兴福 以及她的家庭的情况 那么这位可爱的小壮壮 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幸福在那个电信局工作 工作的时候 和她的同事张丽 结为了伴侣 那么张丽呢 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 工作上也非常的出色 那妈妈呢 就看着打心眼里 感到高兴 全家人都沉浸在 那个修炼的喜悦当中 壮壮呢 是在1999年10月5日 也就是他们结婚以后 我想三年以后 来世面临世间的 哇 这孩子好像很壮啊 她就是说 跟她那个名字 非常的匹配 我想可能爸爸妈妈 也希望她是个男孩 就壮壮实实的 那个成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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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